我們可以講一下今天有什麼股份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潛力股可以介紹這一隻 這一隻就是海信加拿電 一方面今天的家電股突然向好 幾隻家電股都齊齊向好 可能會有些消息在醞釀中 因為最近都是這樣 突然有一類板塊向好的時候 即使當日未必知道有什麼消息 但是你可能知道有個原因就向好 譬如昨天內地的電力股 就翁翁翹就抽了上去升得很厲害 昨天都未是十分一般市場沒有很明確的解釋 但到今天都比較知道為什麼 大行唱好 就說內地熱浪的侵襲 內地中部很高的熱 市場降低的很高的熱 內地熱浪侵襲 以至內地的電力需求大幅增加 估計延煤的電廠在7月份有機會扭規 為了這樣說 7月份的業績好 所以延煤的股份 電力股並不會橫衝上去 這個原因就是解釋昨天原來 抽上去的原因 至於今天家電股有沒有其他原因 導致它們上升暫時未得知 但既然見到多隻家電股是向好 多人留意一下 事實上這隻走勢還是比較好一點 從技術走勢來說起碼好一點 原因你可以這樣分析它 之前就在這個位置 可能有點亂的 但不要緊要詳細解釋 就是6.9至8個熱 其實在這段時間造成一個長方形 抽穿了就上去 一抽穿長方形 就去到9個這個位置 10元左右 然後見了高位回落下來 但下來一次迫近 一次迫近 這個長方形 或者密集區的頂部 一次迫近 第一次迫近 第二次迫近 又彈上去 接著這次迫近 又彈上去 換言之 可以這樣解讀 兩個解讀 第一個解讀就是 這個長方形的頂部 是有支持 所以試一次有支持 試兩次有支持 換言之 8.3左右 相信有不錯的成節力 這個股份 其一 其二 你從這段時間來看 它做了小雙底的狀況 這個底 這個底 這個還是高低腳 這個低一點 這個高一點 這個比較 如果用雙底來說 這樣就比較理想一點 沒有那麼理想 這個底 比這個底 現在就不是了 這個理想一點的狀況 這個底是高一點 做了小雙底 而且在做小雙底之外 現在仍然是抽穿 今天就曾經抽穿 昨天穿過 然後基本上窄著收 今天就站在頸線之上 換言之 叫做突破了 成交 這兩天 成交增加了少少 因為雖然不夠這些多 但這天也是增加的 好在 好過一跌的時候 看到明顯成交 成交 現在成交 增加了少少 雖然不算很爆炸性 但也沒辦法 最近股市的買賣氣氛 實在比較淡 所以增加少少 都算是 跟升幅配合 因為整個市的成交 不行 所以 形勢向好 只不過 你看到它 今天就去到 接近10元 9.92元 即逼近10元的心理關口 以至前浪頂的阻力 大概10元 9.99元 逼近它 就有少少回軟 下來低一點收 就出現了小陀螺 換言之 它可能還要整固一下 在這些位置 先整固一下 可能9.5元 也先整固一下 但總結來說 走勢是偏好一點 有機會 整固一輪再次向上 就挑戰更高的水平 所以 可以留意一下這個 止攝位置 可以放在 箱底的底部 一個8.3元 或者其他的參考指標都可以 例如你可以用平均線都可以 平均線 9元 都可以留意 因為20天線 是9元 這個 都可以一個指示位的參考 所以可以這樣操作 事實上 除了技術走勢 比較靚仔 GDI 這個股份 股值都算可以 很合上 就未至於 因為PE 就可以 11.1倍 預期PE 更加會低一點 可以去到8.5倍 不過 息率就一般 只有2.6倍 不算是很吸引 總的來說 PE不算高 有錢賺 技術走勢 偏好一點 所以可以留意一下這個情況